喜欢一件张学峰老师是懂传播的 而且的确说很棒 张学峰老师说 我的学生建议你考研的 不要考新闻系 因为什么呢 新闻系教传播的 他的粉丝还没有我多 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那么从定位的角度我来解读一下 第一 我非常同意张学峰老师的一个观点 就是市场派 实战派 这个我非常同意 所以经济学这么学科很有意思 我不管你是什么理论 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就是要有结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张学峰老师我要为他点个赞 他用事实 用数据 告诉所有传播学的老师 你都做不过我 你还教传播 所以这个观点 实战派以结果为导向 这个我是觉得我是赞同的 这同样也应该引起 做传播学老师的反省 好 这是我讲的第一句话 别急 我还有第二句话 但是因为这个就说 不要去报考传播学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做经济学的 一定是学经济学的吗 这个还真不一定 比如讲以马爸爸为例 我们都知道 马首富 马爸爸 根本不是学经济的 也不是学互联网的 他是学英语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完全两件事情 我们在互联网的早期 有很多大咖 他学习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张老师说的 不用去学传播学 这个可以商圈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我支持在所有的经济学领域 结果成果是第一生产要素 没有成果 毫无疑 定位就是以成果为导向 以实战为导向 以结果为导向 只是仅仅有定位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有企业家精神 我们还需要有团队的配合 我们还需要传播 我们有公关 有广告 地推 还有渠道 还有网络 我们需要很多 才能保证一个企业获得成功 所以感谢张学峰老师的分享 也感谢张学峰老师的问题 无论如何 让我们一起努力 做出一个中国品牌 蓬勃成长的中国大环境 欢迎张学峰老师来上海 输入离得我们很近 你到上海 我请你喝杯茶 我很同意经济学 以结果为导向 我们可以共同探索这个话题 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品牌 也为年轻的中国青年才俊 贡献我们的力